哈喽,你好,张三,Z12,哦,张三下线了,还有王海,请问你们有什么需要发言的吗? 现在开始直播了,这个Z12现在还是出于静音状态,为什么呢? 看看什么情况 王海人,王海人也没动静,Z10,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发言的吗? 这可奇怪了,怎么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呢? 请问有人发言的吗?能说一两句吗?我头发怎么这么乱呢? 今天去超市买东西了,然后那个车那里撞了,价格表跟那个使用人台的价格不符,就在那折腾了半天,回来有点碗,嘴巴就乱 喂,你好,有什么需要发言的吗?我的嘴都是问干了 这个有意思了 你好,你好,你好 什么 我发言呢 我发言呢 怎么有两个Z12啊 有一个是 同时开了两个机器 下一次我也会邀请这个对非暴力革命有非常深的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实践经验的活动家 当然首先是中国人 进我们这个论坛给大家讲讲 但很可惜啊,这个唐靖林呢在脑里面 然后魏忠平也在脑里面 郭飞熊也在牢房里面 刘向东还没出来吧 南街的陈建雄我老乡又进去了 本来也准备让他也讲一讲 可惜了 暂时没办法 你看一看 谁发言 怎么都没人发言呢 这也可以打字啊,聊天大家看一下 请问有人发言吗 提问也可以 我说讲你自己的见解也可以 我这边网络又不好了 怎么这个 ok 发起来 等了半天 这因为是免费版啊,这个每次时间限定在为40分钟 40分钟 40分钟晚了就自动退出了 如果再不发言就没机会了 然后我把这个视频链接啊,这个纽约大学里面的这个非暴力课程的链接我也发在这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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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Eine vex heres extreme training 最好的是 直接在我们网站上搜索 搜索 搜索就可以了 没人发言 待会儿就40分钟晚了就把它切断了 怕暴露身份的 也可以在这输入 聊天信息 提问 或者是在YouTube上 可以在这里提问 在YouTube直播上 也可以在这里提问 YouTube的链接 就是我在推特上发的 进入主页 然后点击直播 然后下面的事件 你就会看到正在直播的 苏联图 点击就可以进入直播 然后在右侧的 Talk chat 聊天 也可以在那发文字 剩下七分钟了 如果再没人发言 再没人提问的话 到时候七分钟后 聊天室就关闭了 虽然直播还可以进行 因为直播是通过摄像头 直接连到YouTube上 所以跟会议室 是否关闭没有关系 到时候就变成我自说自话了 我给一些国际组织的亚太负责人 发了消息 看他们有没有兴趣 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待会可能需要好的翻译 因为说实话 我的英语没有德语好 如果他说的复杂一点 高深词汇多一点 我也没法翻译 如果有人愿意做志愿者 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联系 看现在网速就又不行 Shit 不知道有什么人搞 暗停呢 YouTube直播 网速不大 清晰度不好 人人生而自由写得不清楚 等一会把记号比较上 因为这个下来放不住 这个地方老掉 所以我给他拿下去 放这吧 还有五分钟 没人发言就算了 这对大家怎么就没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吗 有朋友问这个zoom聊天室可不可以变晕 这个得自己安装变音的软件 就是具体准备操作 自己上网查 我也没用过 也没研究过这方面 但是大家也可以同时文字提问 文字不方便说话的 也可以文字提问 看一下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网速之慢 共费处处处 祸国殃民 搞得大家上网浪费时间 奇怪啊 不是自己上传的视频可以下载吗 怎么我这下载 是不是还在处理 因为直播的流媒体是用的低分辨率 然后他在处理过程中会把它处理成高分辨率的 然后再储存到YouTube上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下载放到主频道上 因为这个共匪公安部跟那个YouTube说什么我的视频什么涉嫌宣扬仇恨 这就是他们自己干的坏事 他们自己干的事我发上去 他们竟然不要你 然后把我的直播功能给封了 实际上是当时把我的上传功能都封了 后来经过申诉 申诉他不理我 后来又给他发了那个法律罕见 我说要起诉他们 那么又给我解封了 但是还是不能直播 不要念 现在这个直播好像卡得非常厉害 大家等一会看 还好这个之前那个什么 讲那个非暴力革命的还比较流畅 现在这个试验性的提问阶段 没人提问 就我在这自言自语 待会他重播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重播 有人说是回放 看重播的时候 他那个就流畅了 用到处 用到处 目前来看还行 效果 可以下载 处理完毕了 完毕了 下载一个上端的主频道上去 剩下20秒了 到20秒就关闭了 那我也关闭这个聊天吧 好了到了就停止了 现在我们停止之后